全能神话语朗诵专辑 在全语的骑手工作 做得更恰当、更完美 将我的话语、权柄、威严、审判 都显明于列国列邦的人 我在你们中间的工作 是我在全语工作的开端 虽然现今已是末世 但你们当晓得 末世仅是一个时代的代名词 是指一个时代 就如律法时代与恩典时代一样 是指整个时代 并不指末了的几年或最终的几个月 但是末世与恩典时代、律法时代并不相同 末世做的工作是做外邦的工作 并不是以色列的工作 是将以色列以外的各邦各族的人 都征服在我的宝座之前 使我在全语之下的荣耀 能够充满宇宙穷仓 就是为了得着我的更大的荣耀 使所有的在地的塑造之物 能够将我的荣耀流传万邦 永传后世 也让那天雨上下的塑造之物 能看见我在地得着的所有荣耀 末世是做征服的工作 并不是带领地上的众百姓过地上的生活 而是结束人类在地上不朽的几千年的苦难生活 因此末世的做工并不能像在以色列做工几千年 也不像在犹太做工仅几年 后来又持续了两千年 一直到第二次道成肉身 在末世中的人 仅是接触末世来在肉身的旧属主的在线 接受的是神亲自的做工与说话 末世只是犹如耶稣 在犹太开展恩典时代的工作一样短暂 并不是持续到两千年之后才告终 因为末世是结束整个时代 将六千年的经营计划全部收尾告终 结束人类苦难的人生历程 并不是将整个人类都带入下一个时代 也并不是让人类的生活再接续下去 这样对我的经营计划与人的生存并没有什么意义 若人类仍旧这样下去 迟早要被那恶魔全部侵吞 那些属我的灵魂也终将断送在他的手中 我的做工仅是六千年 我应许那恶者掌握整个人类也仅是六千年 所以时候已到 我不愿再持续下去 也不愿再担言时间 我要在末世大圣撒旦 将我的全部荣耀都夺回 将我所有的在地上的属我的灵魂都收回 使这些忧伤的灵魂脱离苦海 以便结束我在地的全部工作 从此以后 我不会在地上再倒成肉身 我的主宰万有的灵 也不会在地上做工 我只是在地上重新造一个人类 是属圣洁的人类 也是我在地上的中性的诚意 但是你们当晓得 我并不是将世界全部毁灭 也不是将人类全部毁灭 而是留下那剩余的三分之一的 被我彻底征服的爱我之人 使其在地上生养众多 犹如律法下的以色列民一样 使其在地得着我滋补众多的牛 与所有的地上的丰富 这样的人类将于我永存 但并不是现在的 这样污秽不堪的人类 而是已被我得着的 所有人的集合 这样的人类 这样的人类 并没有撒旦的破坏 搅扰与围攻 是我打败撒旦以后 在地唯一生存下来的人类 就是现今被征服 得应许的人类 所以 末世被征服的人类 也是存留下来的 得永远福分的人类 是我打败撒旦以后的 唯一的证据 也是唯一的战利品 这些战利品 都是从撒旦权下 被我拯救出来的 都是我六千年经营计划中 唯一的捷经与朔果 他们来自各邦各派 来自全语之下的各方各国 有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言语 不同的风俗 不同的肤色 分布在全地之上的各邦各派 以至于每个角落 最终又聚集在一起 组合成一个完整的人类 组合成一个没有撒旦势力 能达到的人的集合 那些没经我拯救征服的人类 都沉没海底 将我焚烧之火 永远地加在他们身上 我要毁灭这个旧的 肮脏到极处的人类 犹如我灭绝埃及众长子 与投生的牛羊一般 将那些吃羔羊肉 喝羔羊血的 门楣上有羔羊血 做印记的以色列民留下 那些被我征服的 我家族中的人 不也是吃我羔羊肉 喝我羔羊血的 被我救赎敬拜我的人吗 这样的人不常有我的荣耀随着吗 那些没有我羔羊肉的人 不早就沉没海底了吗 你们如今抵挡我 我如今的说话 犹如耶和华小玉以色列的 列子列孙们一样 但你们心底刚硬 都在积蓄我的愤怒 为自己的肉体增添苦楚 为自己的罪恶增添审判 为自己的不义增添更多的愤怒 你们今天这样地对待我 有谁能逃脱我愤怒的日子呢 有谁的不义 能逃脱我刑罚人的双目呢 有谁的罪孽 能躲开我全能者的双手呢 有谁的抵挡 能逃脱我全能者的审判呢 我耶和华这样小遇 你们这些外邦家族的 列子列孙 对你们说的话 胜过了律法时代 与恩典时代的所有的说话 但你们却比那埃及的 众百姓还要刚硬 你们岂不是在我做公安卧之时 积蓄我的愤怒吗 你们岂能安然逃脱我全能者的日子呢 我在你们中间如此地做公说话 耗费了我的多少精力与心血 但我明明告诉你们的 你们何时听从 你们在何地对我全能者俯伏 你们为什么这样待我 为什么你们的所作与所说 竟是击打我的怒气 为什么你们的心竟是这样的刚硬 是我曾经击杀过你们吗 为什么你们净是让我忧伤着急 难道你们还等着我耶和华愤怒的日子 临到你们吗 还等着我被你们的背逆击打出来的怒气 向你们发出吗 我为你们做的 岂不都是为了你们吗 你们却一直这样地对待我耶和华 偷吃我的祭物 将我祭坛上的贡品都夺回自己家中 喂养那狼洞里的狼子狼孙 民与民之间互相厮杀 都以怒目与刀枪相对 又将我全能者的话扔在毛册里 与粪便同屋 你们的人格何在 你们的人性都变成了兽性 你们的心早已变成了完食 岂不知我愤怒的日子来到之时 就是审判你们如今对我全能者的恶行吗 你们都以为这样地糊弄我 而将我的话都扔在污泥中 竟然不听从我话 就这样背着我干 就能逃脱我的怒目火眼吗 你们岂不知 你们偷吃我祭物 你们贪恋我财物的时候 我耶和华的双眼早已看见了吗 岂不知你们偷吃我祭物的时候 都是在那现有祭物的祭坛前的吗 你们岂能自作聪明而这样欺骗我呢 我的愤怒怎能离开你们那弥天大罪呢 我的震怒怎能越过你们的恶行呢 你们今天的恶行并不是为你们自己开辟出路 而是为你们的明天积攒刑罚 为你们自己击打我全能者的刑罚 你们那恶行与恶言恶语 怎能从我的刑罚中逃走呢 你们的祈求怎能达到我的耳中呢 我岂能为你们的不义开拓出路呢 我岂能放过你们背逆我的恶行呢 我岂能不剿断你们如毒蛇一样的蛇蠢 你们不为自己的义而求告我 而是为你们自己的不义积攒我的愤怒 我岂能饶恕你们呢 你们的言行在我全能者的眼中看为污秽 你们的不义在我全能者的眼中看为不尽的刑罚 我公义的刑罚审判怎能离开你们呢 因你们都如此待我 使我忧伤又使我愤怒 我岂能容让你们逃脱出我手 离开我耶和华 刑罚咒诅你们的日子呢 你们岂不知你们所有的恶言恶语早已达到我的耳中 你们岂不知你们的不义早已将我圣洁的意袍给玷污 你们岂不知你们的悖逆早已将我满腹的怒气给激起 你们岂不知你们早已让我发怒已久 又早已让我忍耐已久 你们岂不知你们早已将我所在肉身给破坏的破烂不堪 让我忍耐至今以至于我的怒气发泄 不得再容让你们 你们可知你们的恶行早已达到我的双目之前 我的呼求早已达到父的耳中 他怎能容让你们这样待我 我在你们身上的做工 岂有一样不是为了你们 而你们又有谁为了我耶和华的工作 增添你们的善心 我岂能因我的软弱 与我所受之苦 而对父的旨意不忠心呢 难道你们就不理解我的心吗 耶和华怎样小遇你们 照样我也怎样小遇你们 难道我为你们奉献的还算少吗 尽管我愿为父的工作 担当这一切的苦楚 但你们怎能因着我的受苦 而脱离我临到你们的刑罚呢 你们享受我的还算少吗 我父如今将我赐给你们 你们岂不知你们享受的 哪里仅仅是我那丰盛的言语呢 岂不知你们的生命 你们的享受之物 竟是我的生命换来的 岂不知我父是拿我的生命 与撒旦交战 又拿我的生命来赐给你们 使你们使你们得着百倍 又使你们免去了许多试探 你们岂不知因着我的做工 才免去了你们的许多试探 也免去了许多的火的刑罚 你们岂不知 我父是因着我的缘故 才让你们享受至今的 你们怎能如今仍旧刚硬的 犹如油蒙了心窍呢 你们如今的恶行 怎能逃脱我离地之后 愤怒的日子呢 我岂能让耶和华的怒气 离开这些刚硬之辈呢 你们当回想过去 我何时对你们怒目历声 又何时与你们斤斤计较 又何时教训你们 是在无理取闹 又何时当面教训你们 我岂不都是为我的工作 而求告我父 免去你们的一切试探 你们为什么这样待我 难道我曾经用我的权柄 击杀过你们的肉体吗 你们为什么这样报复我 对我忽冷忽热之后 又不冷不热 然后对我又是欺哄 又是隐瞒 而且口中满了 不义之人的唾沫 你们以为你们的舌头 也能欺骗我的灵吗 你们以为你们的舌头 就能逃脱我的愤怒吗 你们以为你们的舌头 可以任意论断 我耶和华的作为吗 我岂是让人论断的神吗 我岂能容让一个小小的蛆虫 这样亵渎我呢 我岂能将这样的悖逆之子 放在我永远的福气中 你们的言行早将你们都显露出来 你们的言行早为你们自己定了罪 我铺张诸天 创造万物之时 就不容让任何一个在我以外的受造之物 来随意做我的参与者 我更不容让有何物 来随意打乱我的做工与我的经营 我不容让任何人 也不容让任何物 我岂能放过那对我惨无人道的人呢 我岂能赦免那背叛我话的人呢 我岂能放过那背逆我的人呢 人的命运岂不在我全能者手中吗 你的不义 你的背逆 我岂能将其看为圣洁呢 你的罪孽 岂能把我的圣洁玷污呢 我并不沾染那不义之人的污秽 我也并不享受那不义之人的贡品 你若对我耶和华忠心 你岂能把我祭坛上的祭物 占为己有呢 你岂能用那毒蛇的蛇唇 来亵渎我的圣民呢 你岂能就这样背叛我的言语呢 你岂能将我的荣耀 将我的圣民 当作你为撒旦那恶者效力的工具呢 我的生命是供那圣者享受的 岂能容让你把我的生命 随意拿来当玩物 当作你们中间争斗的工具呢 你们岂能就这样对我无情无义 又无有善人之道呢 岂不知我将你们的恶行 都早已记载在这生命之言中 你们怎能逃脱我刑罚埃及的烈怒之日呢 我怎能就这样让你们一再抵挡我 背逆我呢 我明明地告诉你们 到那日埃及所受的刑罚比你们还容易受呢 你们怎能逃脱我愤怒的日子呢 我实在告诉你们 我的忍耐本是为你们的恶行而预备的 我的忍耐本是为你们在那日的刑罚而固有的 你们岂不是我忍耐到底之后 列怒审判的对象吗 万物岂不都在我全能者的手中吗 我怎能容让你们在诸天之下来这样地悖逆我呢 你们的日子甚是难过 因为你们遇见了那说要来但并没有来过的弥赛亚了 你们岂不都是与他为敌吗 耶稣早与你们为友 但你们却与弥赛亚为敌 岂不知你们虽与耶稣为友 但你们那恶行早已充满了那可憎之人的器皿了 你们虽与耶和华甚是亲密 但你们岂不知你们的恶言早已达到了 耶和华的耳中而触及了他的怒气 他怎能与你亲密 又怎能不把你那充满了恶行的器皿而焚烧呢 他岂能不与你为敌呢 你为敌人的器皿了吗 你为敌人的器皿了吗 也就给你换个人的器皿了吗 你为敌人的器皿了吗 这就是为什么要求敌人的器皿了吗